九點半將要開庭傳喚被告陳正惠 陳正惠在已經消失了77天之後 今天是首度露面 記者詢問他這77天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們看一下稍少的情形 小姐姐會認罪嗎 這77天你都躲在哪裡 今天會不會當地認罪 你會不會認罪啊 最近有壓力嗎 會覺得壓力很大 其實我們簡單看一下 小律師大律師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陳正惠 今天他的頭髮很明顯 比之前11月20號被釋放出來的時候 頭髮是有流長的狀況 並且神情看起來是 有一點好像精神狀態不是非常好的感覺 因為他一度還差一點 在上樓梯的時候有跌倒的情形 並且記者詢問他 到底這77天做了些什麼事情 到底有沒有受到很大貶加的壓力 或者是外界的壓力 他是一個字也沒有講 就跟著律師快步的走上樓了 現在已經坐在刑期法庭的被告席裡頭 而實際上今天9點半 才要開庭 所以換句話說 將近還有5到8分鐘這個時間 他們還可以稍作休息喔 只是說陳正惠他今天來到案的部分呢 主要呢 他涉嫌的部分是在國務機要廢案 以及洗錢案這兩個部分 他都有涉及喔 因為呢 他之前呢 他是擔任前總統府出納的角色 也就是扁家的大帳房喔 並且呢 他涉嫌四大罪名 包括了貪污洗錢 偽造文書以及偽證罪喔 而他今天有可能當庭認罪的部分 可能只有偽證罪的部分 另外三個罪名包括貪污洗錢 以及偽文 可能是不會認罪的信心 不過呢 今天審判長當然還是會當庭來訓問他說 他會不會認罪 如果他認罪的話 將會成為扁案當中 第八名當庭認罪的被告 而實際上呢 剛剛稍早的時候呢 特徵組的檢察官 也是已經坐車來到了這個台北地方法院喔 因為特徵組的檢察官 包括了林則惠以及周世宇喔 他們今天將會當庭論告 而他們論告的重點 當然就包括了 有關於陳正惠在之前 就已經是以布什領據 來詐領國務機要費 並且呢 跟這個馬永成 還有林德遜 有製作假的 犒賞清策 來領出了國務機要費 並且把錢呢 都是交給了吳淑貞 並且協助扁貞來洗錢 不過他現在是已經轉為污點證人喔 因此今天檢方起訴的時候 就認為說可以檢與免刑的狀況喔 不過剛剛稍早的時候呢 特徵組的檢察官 是已經來到這個台北地方法院了 而現在也即將開庭 所以只有最新情況 在為您查播報導吧 時間還給方便主播喔 好的感謝事宜來自台北地方法院 最新名字獎 看到這個是陳正惠 大約是在五六分鐘之前 到達了法院 那麼稍早看到這個畫面呢 是檢察官周世宇 還有林哲慧 那麼九點半鐘 停訊就要開始 記者持續守候在現場 會帶給您最第一手的消息 決定了